弟兄姊妹早晨 你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我真是能够回到教会当中有实体的聚会 一起敬拜神 真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 我想邀请大家 你看看身边的弟兄姊妹 你用你的眼神告诉她 我很想念你 很开心 一起来敬拜主 同样地网上的弟兄姊妹一样 我们很开心 期望防疫措施一路放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回来 那就最好了 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会看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第一节至十六节 《使徒行传》有多少章圣经 一共有二十八章 即是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尾声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当宣教旅程不似预期 没错啊 人生里面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掌握 不在我们预期的当中 到底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人生 我们人生的旅程 当不似预期的时候 我们如何面对呢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多谢你 给我们能够有实体聚会的时间 我们很期待 真是疫情全面的过去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回来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上面的爸爸 很希望他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去朝见 敬拜 歌颂赞美 我们就求你继续帮助 让这个这么深刻的教训 让我们铭记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尊重其他物种生存的空间 因为你才是做物的主宰 不是我们是做物的主宰 原谅我们 人类 就是做的一切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 我们尝试看一看 原来在人生的里面 有很多东西不似预期 就我们透过使徒保罗 他的生命 他流露的 激励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他们 我猜大家一路看使徒行转 那么多次的时候 漸漸都会迷失了 都不奇 因为28章的经文 有不同的牧者来说 所以我尝试勾画背景和框架 让大家更能够掌握 今天我们或者我们去到第28章 是发生什么事呢 那我想考试大家 就是使徒行转 28章的时候 记载使徒保罗有多少次宣教旅程 多少次 多少次 3次的宣教旅程 不一定 但是进入27章的时候 在延经的里面 通常都是归类为一个往罗马的旅程 就是不会把它看为 当然有些人是看它是第四次的宣教旅程 但是大部分的学者都会把它归类 就是保罗往罗马的旅程 27和28章 因为他往罗马的旅程 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向海撒皇帝上诉 他不服 然后使徒保罗就要坚持 去到罗马向海撒皇帝上诉 所以27章和28章 就是记载着保罗往罗马的旅程 那我们看一看 首先就是由耶路撒冷到罗马 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搭船 所以搭船去罗马 然后很可惜 在地中海那里 突然间翻起巨浪 遇到大风暴 嚴重到一个地步 差点是死了 所有的船员都怕得 不得了啼啼震 的确是的 真的没有人知道 未来将来 你人生的路程都一样 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遇到风暴 真的会遇到 甚至乎 在圣经的里面 是发生海难 人生就是 一路在地上一路走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风暴 甚至乎 发生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发生海难 那我们如果看使徒保罗的时候 去到第28章 那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第一节到十六节 第一部分就是说他平安地 可以在马以他岛上安全上岸 就是覆盖第一节到第十节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他再次可以啟程 他滞留了三个月 然后再次的啟程 然后就前往罗马 最终抵达 罗马就是十一节到十六节 我们跟着再看一幅地图 尝试建构 一个立体感 如果用回现代 今天我们国家的地名 保罗是由以色列 即是你看着粉红色线 就是保罗往罗马的旅程 先由以色列 然后去到黎巴嫩 然后再去到土耳其 再去到塞浦鲁斯 接着再开船的时候 就遇到刮起大风暴 大风浪 然后差点死 差点全船 所有人都去尼烂 但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 他们就来到 红色的圆圈 圈住的一个马以他的地方 他在那里滞留了三个月 接着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聚拉鼓 然后再去到 即是再启程的时候 就去到这个利基雍 接着就去到 保丢利 然后最后呢 就去到罗马 那我们呢 原来这十六节的经文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马以他 十一至十六节 分别说他如何去启程 然后去到最终抵达 罗马这个地方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人去过马以他 有没有去过马以他 哇 浪天的马以他 太棒了 哈哈 马以他呢 其实今天来说 是一个旅游性地 就是一个 和我们应该大概五年前 或者打上去 马以他是什么地方 是哪里 我们不知道 直到什么时候呢 四年前 好了 哇 香港人眼中的 马以他 2017年电视节目 有一位艺员 就告诉我们 原来这个马以他 是一个理想的 退休生活 被称为 称为 七大最佳 退休地点之一 三千只卖多少钱啊 三百万 抵得烂啊 那现在呢 在香港买层 四百多尺的 多少钱啊 哇 六七八万 八百万 真是 一个疯狂的价钱啊 好啦 当地呢 投资了二百十万港元 买国债的时候 持有五年呢 就可以全部 就是你的直系称熟 然后呢 就可以一家 移民到这个 这么理想的 退休生活 是怎样的 那个地方 正不正的 哇 正不正啊 哇 那就好啦 朗兄去过 我也很想去的 真的 期待着 去这个地方 其实最方便 是应该坐游轮的 哈哈 然后呢 就 漂亮不漂亮啊 哇 哇 哇 2000年前 和现在 真是很不同 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 当时保罗 即是我们代入 保罗的环境的大厦 你说今天 是一个理想的退休生活 是一个美好的度假圣地 阳光与海滩 但是 当时 2000年前 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啊 对保罗来说 是一个很可怕的经历 因为 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地方啊 他是遇上风暴 遇上海难 才知道 无奈地 结果在这个 的玛尔他岛上面登岸 所以左手边这一幅照呢 就是这幅的图画 就是描述着 当时遇到海难 差点所有人都死了 害怕到不得了 所以对保罗来说 其实他没有想过 自己会来到 玛尔他这个地方的 不过遇到大风暴 遇到海难 才来到这个地方 他在岛上面 遇到什么 右手边 还要被一条蛇咬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代入保罗的世界 他从来都不是想着是这样的 因为他很想去哪里 去罗马 上诉到去罗马 所以其实 他是没有想过 自己会突然间来到这个岛的 那这个岛 这个岛是什么岛 原来2000年前 是一个不无之地 是一个的部落 一帮的土人 生活的原居民 即原住民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非常之落后 文化水平 是很低的 一帮原住民 所以对于保罗来说 如果我想像自己是保罗的时候 首先第一 我遇到海难 已经是很惨的了 接着呢 还要是冬天 当时是冬天 还要下了大雨 还要被蛇咬 所以一定不是在他预期之内 同样地今天也是一样 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 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所控制的 总之就是大环境一路推我们 一路这样推 推到我们去到一个 好像突然间全然陌生的地方 太兴奋了 看到马尔塔 突然间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我不想来这个地方 或者我过去我使徒保罗去的地方 就是以弗所啊 肥立比一些相对文明的地方 怎么说我突然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 可能呢 就是那一刹那 他都有一种的不开心 和一种的怀疑 当我 代入保罗的世界里面 是啊 人生呢 很多东西都不在我们控制 总之 这个大环境就是推着你的 推着你走的 人生就遇到风暴的 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同了呢 我以前在以弗所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在肥立比不是这样的 很无奈地就来到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突然间觉得很陌生的呢 那么对保罗来 就是我想象保罗 可能真的有一份的心境 接着我们一起看 这个的第三节 至到第九节 就是描述到 马以他 保罗在马以他的经历 好了 请大家来一起读 这几节的经文 一二三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中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的缘故转了出来 纏住他的手 当地的人 看见那毒蛇 缘在他手上 就比此说 这人必是个空手 虽然他同海里获救 天气仍不容他活着 保罗警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当地的人想他快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倒下死了 但等了好久 见他没有什么异样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明 来那地方不远有一些田产 是岛掌布伯留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了我们三日 当时布伯留的父亲 我病不起 患了热病和利贼 保罗尽去见他 为他祷告按手 治好了他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都来 得了医治 你说保罗滞留在这个岛上 有三个月的时间 做了些什么 当然 首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就是 他被一条毒蛇咬 还有一些什么的经历 或者他有三个月的时间 在上面做了些什么 原来第九节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 也都来 得了医治 说真的 如果你自己回家去看 真的觉得这段经文 真的没什么特别 这几节的圣经 记载做什么呢 我们真的要幻想 自己是保罗的时候 可能才更加体会到 内心世界 他里面那份的可能有的无奈 当我幻想自己是保罗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一种很无奈的感受 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在我控制 我没有想过来到这个地方 遭遇不似如期 如果 咦? 如果我没有上诉 我应该这次是第四次宣教旅程 我为什么无端端会上诉呢? 或者历史可不可以改写呢? 回回头再重新来过呢? 那我就不会来到这个 突然间觉得很陌生的地方了 我没有做错决定呢? 可能呢 我幻想自己是保罗的心境的时候 我们人生遇到风暴 遇到大风浪的时候 突然间的环境转变 我们都会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到底我有没有搞错了? 或者如果这个历史再来过的时候 会不会整个环境又不同了呢? 当我再去想象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的失落感 或者一种的失望 为什么呢? 使徒保罗的人生就是要传阳主的命 在地上实践他的使命 但是在这个经历里面 他能不能够 或者说 在这些土人里面 却是对他产生误解 什么误解? 比如在四节 他说 咦?有条蛇在他的手上 线着他咬他 这人必是个兇手 虽然他从海里获救 天理仍不容他活着 保罗没有受伤 然后但是那帮土人来说 第六节 当地的人想他化 要种起来或是 忽然倒下死了 但等他好久 见他没有什么异样 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明 保罗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但是这帮的土人却是 当他是一个神明 这样拜 当时是保罗 对于保罗来说 他的人生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就算你回去看过去 事徒行传的记载 保罗都会否认 不是啊不是啊 我不是神来的 只有我信的耶稣基督是神 但是对于这帮土人来说 他是一神论 还是多神论 他们是信多神论 所以他觉得 事徒保罗是其中一个神明 那你猜保罗有没有尝试澄清的了 一定有了 因为他在这个岛上面有三个月的时间 他一定会把握时间去解释清楚 我所信的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真神 再下去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 保罗却是做了些什么呢 就是 医好了布伯留的爸爸 并且很多岛上面的土人 看到这个人能够医病的时候 就带了很多病人来 叫保罗来医治 奇怪的地方就是 有没有提及全上帝的话语 有没有说全福音 那你猜保罗有没有说 一定有 是吧 就是说我们看这段经文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没有提及保罗传福音 是不是他没有传呢 我们相信不是 他一定有传 不过这三个月里面 没有人信主 所以带来他有一种的失落和失望的感受 如果我们想象保罗的心境的时候 对于保罗来说 他会问 咦 我不是想来到马以他这个地方的 只不过是大环境的底下 一直推到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很想告诉这帮土人 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真神 不是 我不是神来的 我不是神来的 请你们相信耶稣 但是岛上的人却是没有相信 你说不是啊 陈牧师 你解错 如果你看很多的识经书 相信 是真的没有人信主 因为如果 你如果看法治道行转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说话是非常之的深刻 就是什么 神的道 大大兴获 但这里却没有记载这些的经文 也都没有形容到 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所以对于保罗来说 可能突然间 他有一种的失落 他的遭遇不似预期 而他全福音的效果 也都不似预期 在整个环境 就是这样推着他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早前我们职清团计在3月11日的时候 举行了一个特别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实体聚会 现在我们透过网上的形式 来到去举行这个特别的聚会 那什么特别的聚会呢 我相信在你们身边的人 或者你现在看报纸也好 听到很多的消息 就是很多人会选择 在这个大环境推住的时候 选择 离开香港 移民去到他方 那我们团契里面 都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 数位的弟兄姊妹都会选择 离开香港 去到别的地方 来到生活 那我们真的不想 好像大家是无声无息地离开 因为是网上聚会 那就是大家见不到面 没得真正去拥抱 或者彼此一个实体的讨告 就是接触地来到去讨告 那我们仍然坚持 我和Pansy觉得不好 我们很想一起 有一个网上的祝福 所以我们邀请好几位的弟兄姊妹 去分享他们的心境心声 是的 对于他们来说 整个大环境就是推住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不过他们领袖 觉得是时候要离开这个地方 去到一个全身陌生的环境的底下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现在他们生活的环境 都好像变得很陌生 他们分享他们的心境 我们很希望在这个环境 这个网上聚会的时候 给予此的祝福 离开的祝福香港的弟兄姊妹 在香港的弟兄姊妹 也祝福选择移民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样 总之大环境就是推着我们走 也不知道效果是怎样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 给予此祝福 刚才我去解读 演绎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是我经常都说到 我想象自己是保罗 我幻想我是保罗的时候的心境 但是我相信 这个纯粹是我的感受 真正的保罗 对于他来说 他很有信心面对这个大环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一看第四 第五节的时候 当他被蛇咬的时候 保罗警把那毒蛇 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你猜保罗 他是不是说 因为我练得很大 所以蛇咬都没事 不会 他一定是知道 谁与他同在 上帝与他同在 整个的大环境 好像不在他控制的里面 但是却是得到上帝的保守 上帝的保护 他没有受伤 对于保罗来说 他要问的是 今天在我生命里面 有没有上帝的同在 纵使整个的大环境 不在他的控制的底下 他没有想过 来到这个马尔他岛 他也没有想过 竟然没有人信耶稣 但是他坚持的是 做一个真正追随基督的人 他没有被这个大环境 来到去影响他 他问自己的是 我可以怎样做一个 真正跟从耶稣的人 同样的 我们也是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整个大环境 不在我们控制的底下 人生的风暴 一直推到去我们 好像 自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要捉的是 上帝的同在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今天可以怎样跟从耶稣 保罗 保罗 就问了这个问题 他心里面 很知道 作为基督的使徒 就要效法基督 那做些什么 耶稣基督在队上做了些什么 全道 三个东西 全道 医病 赶鬼 同样地使徒保罗 都是做了这件事 就是他全道 医病赶鬼 无论在环境是怎样都好 他认定上帝的掌权 认定神的同在 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 全道 医病赶鬼 所以 纵使 在这一帮 土人的当中 没有人信耶稣 也好 他仍然 去祝福他们的生命 仍然 仰賴上帝 求主医治 他继续传道 医病赶鬼 纵使这一帮土人 是不明白 仍然觉得他是一个神明 可能他解释到很多次 他们都是 觉得 保罗是一个神明 纵使他用祷告 喂 我都是求神帮助 不然我不用祷告 但是土人 都却是 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 是多神论 你是其中一个神明 这样 今天我们同样地 我们都是面对着一个 陌生 似乎好像陌生了的环境 我们都被这个大环境 推着走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 问自己 有没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怎样在 什么环境都好 或者你做什么的选择都好 请你 坚持自己 要做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 传道 医病赶鬼 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你说 可能日子真的很难捱 是啊 真的很难捱 可能你一种 刚才 讨告的时候 就是 Pensy 传道 带领我们 我们一帮 敬拜队 讨告的时候 他说 大家都可能 不开心的环境 来到 去生活 感受 不是太好 那是很难捱的 那日子 其实圣经说了 同一位士道保罗 在提摩大后书三章一节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该知道 末后的日子 末后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 是我们要认清 一个不可预期的未来 也圣经很清楚 所讲一个艰难的日子来到 那你说 我们可以怎么面对 这些的风浪 这些的遭遇呢 我们再从经文的里面 或许都能够 让我们发现到一些 鼓励我们的地方 好 我们一起来到 一节二节 和第十节 一二三 我们既已获救 才知道哪岛名叫马以他 当地人非常友善地接待我们 因为正在下雨 天气又冷 他们就生了火 欢迎我们众人 他们又多行 方便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又把我们所需用的东西 送到船上 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保罗他一直看着的大环境 大风浪 向后望 以前怎么好 以前怎么好的时候 他一定生活得很痛苦 但是在他生命里面 他认定上帝的同在 他坚持自己要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在一些生命 或者生活的里面 就发现很多美事 虽然这帮土人 不是好像他预期那样 去相信主耶稣 但是这帮土人却是很单纯 很有爱心地接待他 他可以想想 其实 恩典处处 土人可以杀了他的 但是没有这么做 他发现 上帝的恩典 继续在他的身边 在这里 或者我们要引伸出来 就是说 如果你日子很难熬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呢 就是我们要发现 生活上的 小确行 一些微小 但是确切的 幸福 望望对方的微笑 见一见街上的小朋友 天真活泼的笑容 或者你冲一杯香醇的咖啡 吃一个 刚刚烤起的酥皮蛋撻 写一个 椰容 顿鲜奶 忽然 大环境不在我们控制 但是我们都觉得 是有小确幸 原来处处都有神的恩典 我们都是幸福的 好 再下来 我们再看到 就是保罗启程 他终之抵达 这个 罗马的地方 我们最后读了 11节到16节的经文 1 2 3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 阿力山大的船 起航 这船以 就师相指为计 是在那海岛过冬的 我们到了 聚拉谷 停泊了三日 又从那里 起茅开船 来到里基雍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 暴凋利 我们在那里 遇见一些弟兄 他们请我们同住了七天 就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消息 就到阿比乌市 和三馆来迎接我们 保罗看见他们 就感谢神 愿发胆装 我们尽了罗马城 保罗梦准和那 看守他的兵 最终令住在一处 保罗最终抵达罗马 他没有放弃 他继续向前望 不要向后望 因为历史已经发生 他继续问自己 我如何奔跑不放弃 他来到罗马这个地方的时候 什么令到他再次被受激励 不是啊 就是和弟兄姊妹的相交 相爱的时候 他就能够 越发壮胆 你说 除了在我个人的当中 发现恩典处处 发现小确行之外 我们还可以如何 一起面对 不可知的未来呢 就是我们 特兄姊妹之间 好好地 彼此相爱 一齐相交 一齐面对 互相扶持 面对一个大环境 或者大风暴 一路推着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一齐面对 在最近呢 我们教目同工 要写一个报告给李牧师 其中一个问题 是这样问的 就是你在过去这个疫情的底下 你有没有发现 上帝的恩典 或者你有什么令到你觉得是很受激励的 其中一个问题 我就这样写 其中一句就是 我说 很感恩弟兄姊妹 忽然间 发现教会生活 不是必然 突然间很珍惜 弟兄姊妹相交相爱的日子 是啊 疫情不在我们控制 环境不在我们控制 但是当这个的 我们能够再次相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互相扶持 我们突然间很珍惜我们有的教会生活 我们珍惜我们和弟兄姊妹相交相爱的时刻 这个就激励我们向前走 激励我们不放弃 我们要向前走 我们要向前走 我们互相扶持 一起走天路 一起走人生的路程 今天是福活节 我们要用耶稿基督 如何解读他人生 或者如何解读他处身的时代 和环境 作为一个结束 好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要向前走人生的路程 他有没有忧愁 他有没有忧愁 他有没有为到当时的环境 时代来到忧愁 有同样地 可能你也会有一种忧愁 但是耶稣基督说 父啊 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 不是 但我正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不要逃避 认定今天我是身处这个时代 我是出生在这个时刻 我是在这个时候 问自己 我怎样去荣耀上帝的名 这个是耶稣所做 就是我们一起都学习 操练 在一个不可知 不可预期的环境的底下 我们坚持 发现生活中的恩典 小确幸 珍惜和弟兄姊妹相交互相扶持的时刻 并且问自己 我是在这个时候 我是需要在这个时候 我可以怎样去效法基督 我们同心 我们同心 都不顶 但是 的确 环境是在转变中 透过经文激励中的我们 是我们发现中 发现生活中仍然有恩典 发现上帝的同在 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 我们不选择逃避 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他说正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我们如何在任何环境的底下 活出爱 活出基督的榜样 坚持全道医病赶轨 这个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请大家默默地去逃顾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 今天是復活节 我们纪念到主所成就的救恩 你的復活展现你 是大能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就算是忧愁 就算是软弱 但是你的力量 都能够临到我们身上 展现无共的大能 环境不是我们控制 但是我们知道 哪个是真正的主宰 让我们发现你的同在 发现身边满有恩典 并且我们彼此间 好好珍惜彼此的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并且一同面对一个 不可预测的未来 只要求你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讨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你也没想到 你不在讨论 应该等待 那些资格 有什么 那些资格 我还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还不在乎 你不在乎 不在乎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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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乎